邓轮在2022年3月涉嫌逃税款一事 邓轮本人事后也公开道歉 并表示会接受税务机关的决定 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和后果 总共被政府追缴和处罚1.06亿元人民币 也让他形象大受打击 迅速被许多品牌解约 没向今月传出邓轮又被法院强制执行罚款174万人民币 原来是他被曾经合作过的品牌提告求偿 邓轮原本在2021年成为该品牌的全球品牌代言人 但他在2022年3月就爆发逃税风波 因此品牌也马上就跳出来与他切割 也上法院求偿违约金 而今日似乎才正式通过 所以才会在网上出现 邓轮又需要罚款174万人民币 消息一出一样粉丝纷纷感叹 自从逃漏税风波后 感觉已经好久没听到邓轮这个名字了